欢迎收看12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的是 去年9月18号强震震毁的高辽大桥 虽然县政府也经紧急施作变道 提供民众东西向往返 不过地方仍然关注高辽大桥何时开工重建 而县府建设处也在14号下午 特别下乡召开高辽大桥栽赋工程说明会 而县长徐真卫也亲自到场 对于网路旧桥比心桥宽的谣言 也当面向乡亲澄清说明 县政府建设处长郑子郁简报说明 明年1月11号完成高辽变道路面铺设 在地居民则提出包括提早完成以及通行安全 那1月13号就要嫌疑 一天的时间我想是不是可以提早一点 我刚才会计算的变道 我们都是年纪很大的 对 那么我也在县城里走 有了变道的通行问题 在去年0918墙镇被震毁的玉里镇高辽大桥 相关灾附工程作业 县政府建设处今天下午也到县地社区部落 召开工程说明会 从工程项目内容 栽负桥梁规模 以及施工骑程等详细向台下居民报告 并与居民讨论交换意见 那在两个桥梁之间跨上去 跨上去 我们有了机车跟汽车的分离大 人车的安全 因为我们的旧桥是汽车跟汽车在分离大 所以不安全 需要我们现在重新改 要找地车跟汽车的分离大 新的比旧的很宽 昨天网路上的一些网友跟骂说 为什么做出来的新的比旧的来长 旧桥是8点多 那新桥是比旧桥快 这个更大致说明一下 高榴大桥被震毁至今一年多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首长线刊不下好几回 让而至今新建大桥却毫无动静 引发地方的质疑与抱怨 县长徐政卫也亲自到场 诚情说明 也请乡亲民众能见谅 还是有很多的 我们的行政程序 这个坏了 坏了我们要在这个 去整个一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各乡政公所 把灾审提供上来 这个在整个系统里面 之后在工程会 之后工程会再审 之后再来限定会堪 会堪以后 他们还有一个审议委员会 所以这个时间 其实都是行政程序 即便是我们在设计规划 也要有总额局 公路总局 工程会 三个单位 这个省批啊 省核 所以当然有一些行政程序 那当然刚才有讲 五千块以上是巨额招标 巨额招标也要等标减 上去要多少天 28天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第一标 没有人来标 留标了 他只能再检讨 再做第二次上标 要几天 至少要11天 所以这是在第二次标 标出去的 第二次标标出去的 县长许正位也进一步说明 0918墙镇中断裂的 玉长大桥 以及伦天大桥 目前都相继完成 相关程序作业流程 县政府也预计在年底前 陆续召开施工前说明会 而至于高辽大桥 摘富工程 县政府建设处则表示 若没有问题将会在明年1月31号动工 渴望能在114年完工通车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 请参考虎 您回答 请参考虎 请参考虎 请参考虎